很多人在处理挥指甲的方面反反复复 有开头没有结尾 不停地试错 最终失去耐心 导致感染的指甲越来越多 菌师告诉你 坚持做到这三点 自然能等到新甲推出 首先第一点是需要通过温和的方式 将已经受到过真菌侵蚀的指甲 风暴软化后修理掉 只修坏甲 不伤好甲 当然 菌师不建议用腐蚀性的产品让坏甲脱落 容易损伤甲床 其次第二点则是需要重视皮肤和指甲的整体除菌 因为多数指甲感染真菌的人 70%的人都同时伴随有手足真菌 所以皮肤和指甲一同除菌才行 最后一点非常关键 就是坚持除菌彻底干净 当然过程慢慢 你也很难一个人坚持下去 那么你需要有一个专业的指导菌师 全程指导监督除菌 坚持将真菌彻底清除干净 等待新甲铺满甲床 当然指甲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就能形成的 常年累月形成的问题 也不要指望一周时间就能恢复 做到这三点 自然不会再受到指甲问题反复的困扰了